2012年 文憑市 卷1B 第四条 B 部分 它就说这个数据库里面 它就用了一个SECAL 指令 好了 然后就问你输出是什么 好了 SECAL 指令是不是看呢 首先我们要分开一个SECAL 指令的结构 SECAL 指令通常都有几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最开头的SELECT SELECT 就是选择 好了 然后第二部分 有 FROM 由哪个资料附 SELECT 一些资料 FROM 由哪个资料附 好 第三部分 WHERE 后面的就是条件 选择一些资料 FROM 哪个表格 WHERE 有什么条件 通常有三部分 好 那我们逐一部分看 好了 第一 SELECT REGNO 即是它只需要 REGNO 的资料 所以你的输出只得 REGNO 这一部分的资料 OK 其他CAL 、CNO 、ELEM 这些旁边的全部都不会显示 因为它只得 SELECT REGNO 如果它要多几难呢 可能它要逗号的一格再打几难 ELEM 啊 分数 那它要说完 但如果它只有一个 那我们只会显示一个 OK 好了 第二部分 FROM STUD 这个数据库 这里整个就是 STUD 资料库 所以这个可以不需要理会 本身就是 好了 最重要就是后面 条件 我要 REGNO 这些资料 不过不是全部都要 要符合以下这个条件 所以后面这个就是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懂不懂看啊 好了 最重要最重要 要先看了即刻要看到的 最重要要知道就是AND 同时 OK 两个前后条件都要符合 要同时符合 OK 好了 第一个条件 要班别是2A class要是2A 只是要班是2A的 OK 那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资料库 班是2A 即是剩下这两个 OK 好了 同时还有一个AND 即是说同时还要符合 它的英文ENG 英文就是这里 它的英文的分数要大过50 又要是2A班 还要英文的分数大过50的资料 OK 那就筛选了 如果不是2A的不要 英文分数低过50都不要 要两个条件同时符合 但是记住哦 它只要这个 regist number 即是只要这一格的资料 即是要regist number 即是注册篇号 只要显示注册篇号 而这个注册篇号 要是2A班 而且分数要大过50的 就显示注册篇号 RED number 就是这样 那你就试试写答案了 不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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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